牠會飛出來 那這邊吃伊莉亞的一發喔 扇子哥基本上不會死 大家好我是MD 可以叫我A夢或E夢 那今天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 獵殺吸血鬼喔 這打伊莉亞的陣容喔 因為我昨天有發一個影片就是 全部都是對戰紀錄的 那個LOG的影片 好像很多人不清楚為什麼 這樣子吸血鬼會被打掉 然後還有說這樣子的陣容可以打怎麼樣的吸血鬼 那首先呢 呃 我要先講一下這個貓賊跟亞里莎的部分 那貓賊呢 他基本上貓賊有兩個招式喔 一個是 這個 丟 貓咪貓咪頭指喔 丟下去之後會造成傷害 然後並且降低對方的魔法攻擊力 然後一個是 呢 會去吸 對方的TP 這樣子 那 開局的第一個動作呢 珠希會先使用這個貓咪貓咪頭指 也就是他就會先丟 這個 魔攻最高的人 然後 造成傷害 並且降低魔法攻擊力 那再來呢 第二個角色就是這個 呃 亞里莎 亞里莎也有一個類似的技能 是這個 喔 纏繞長春藤 那 他就是會 對這個 魔法攻擊力最高的人呢 進行一個攻擊 並且降低他的移動速度 這樣 那由於這兩招技能呢 都是在 這個 一進場的第一個動作 他們就會使用這個技能 所以呢 喔 基本上會比空花的嘲諷還快啦 可以直接使用這個技能 好 那我們直接用實戰的部分來看一下 這樣 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吸血鬼的輸出 非常的低喔 那 因為說他還沒有開到大絕 結果死掉了 我們看一下重播 好 可以看到珠希會先 丟到 然後呢 長春藤到 然後他就自殘自殘 就死掉了 好 好 那這個 對面的陣容呢 吸血鬼 站在三位喔 就第三個位置 所以他還會再多一個小坎的分裂劍 會打到 所以三個攻擊直接打到他 然後他自殘就直接就死掉了 這樣 好那接下來我這邊要講一下 怎樣子的陣容會導致 這個雅麗莎加Juicy的陣容有可能會失敗 那第一個是對面有 複數補TP的角色在場上 那之前的那個對戰紀錄的影片 昨天那一片呢 也有一個 是 對面有咲戀加酒鬼 所以呢 欸酒鬼幫吸血鬼補了TP 咲戀也幫吸血鬼補了TP 就補了兩次 那吸血鬼又被 珠希被雅麗莎攻擊 然後他自殘第一次的時候呢 TP就滿了 所以他UB就放出來了 因為 他要自殘第二次才會死 基本上就要自殘 讓他自殘到第二次才會死 再來呢就是說 珠希跟雅麗莎是物理攻擊嘛 那他如果打 miss的話 主要是雅麗莎 雅麗莎如果打miss的話呢 那 那也就是就會差一點點的傷害啊 或是說對面有真步啊 有 靜流 就是姊姊這種會補血的角色 幫伊莉莎補了血量 然後 血量補了之後就導致他剛好沒死 就會 UB就會打出來 再來還有一個第四點 第四點就是 對面的進化 如果魔法攻擊力比較高的話 那珠希就是跟雅麗莎會打歪 會打到進化身上 看對面的星數啦 主要是看對面的星數判斷 如果說同星的狀況下 例如都是四星的話 基本上伊莉莎的攻擊力是會比較高的 基本上伊莉莎是會比較高的 他的魔攻是比較高的 那再來呢就是如果伊莉莎五星的話 如果你對面遇到伊莉莎是五星的伊莉莎的話 那你的雅麗莎基本上也要四星五星 然後貓也要五星這樣子 不然那個傷害會差一點點 會 會打不掉 這個陣容呢 打 的優點是說 我可以放這個弓箭手 的部分 那如果說對面的坦克使用黑旗啊 或是說使用這種空花這種的 他也可以比較輕鬆的把它推掉 用物理攻擊輕鬆的推掉 那如果是伊莉莎加 鏡花的陣容呢 也可以很快速的把空花推掉 然後貓就是 不會受到嘲諷的影響 就直接去抓鏡花 這是這個陣容的優點 那缺點就是剛剛那幾個 狀況的話呢 他就是會打不過 那打不過的時候怎麼辦呢 打不過的時候呢 就是用扇子啦 這邊我用的是這個扇子的陣容 然後對面是這個伊莉莎 我們直接來看重播 那這場對面就是有兩個補的 兩個補TP的陣容啦 所以呢如果用剛剛那個陣容的話 他就是伊莉莎不會倒 他會倒飛出來 那這邊吃伊莉莎的一發喔 扇子基本上不會死 對 那就是 想 藉由說吃伊莉莎一發 然後扇子跟咲戀不會死 然後扇子轟出去之後呢 把伊莉莎血線打滴 接下來他就是自殘自殘 然後 伊莉莎就是自己就會死掉 這個樣子 好這邊可以看到伊莉莎就倒了 這樣 那基本上這一場接下來的就是 如果沒有被 那個 這個咲戀暴擊的話 就是穩了 這樣 慢慢的把 對面 解決掉 那這個扇子的解法呢 麻煩的是在於說 如果對面有放 進滑的話 你會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對面有放進滑的話 看貓的陣容有辦法打 如果對面這個沒進滑的話 雙補TP或是補血的話 那看可不可以用扇子 那如果說都有 怎麼辦 都有的話就是可以考慮用魅弓陣啦 就是 呃 之前我有PO過影片那個魅弓陣 等一下也會貼在影片後面的推薦 那可以用那個魅弓陣去打 也是不錯的啦 那基本上這幾個就是 打吸血鬼的基本功啦 那吸血鬼的陣容大概就是那幾個 陣容 對所以呢 就是 都打得過 好不好 好啦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吸血鬼 那我之前會講說吸血鬼 不適合在防禦陣 放是因為說 他會有解法可以解 他會有一定的解法可以解 不過目前台版的狀況看起來還是很多人放 而且有些人放的陣容還蠻厲害的 就是 還是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去解 這樣子 所以呢你如果有吸血鬼的話 自己考慮看看啦 雖然我認為還是進攻的部分比較強啦 他進攻的話 只要對面不是扇子 然後不是這個 貓賊加亞里莎的陣容的話 大部分的陣容他都可以打 就是配個 回TP 這樣 最後大部分陣容都可以打 好 那 這集主要就是講一下怎麼 打吸血鬼的防禦隊啦 這樣子 因為 台版的 防禦隊很多嘛 大家都放這個 那當然就教一下大家怎麼打啦 那你如果說 沒有扇子的話呢 就可以用 主席加亞里莎啦 那沒有亞里莎的話呢 就用扇子 都沒有的話呢 就考慮媚攻嘛 這樣 那如果 再沒有的話就 考慮重新整理嘛 好不好 OK 那基本上呢 這一集齁 這差不多到這邊 簡單的講一下 吸血鬼怎麼打 好不好 那如果還有其他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剛好知道的話也會回答你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之前的那個 對戰的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或者是媚公的影片你還沒看過 也可以回去看一下 齁 好不好 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謝謝各位